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海警14608以及2203在金门的水域 已经进行在我们进线的水域里头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航程图的确是开了进来 所以这几艘包含了8003的还有14608的 是沿着这样子的一个进线的水域的内侧这样子航行 还有海警2203同样也是在这边来回的航行 所以也是他们这样子常态性的巡航 每天每天都在执行当中 另一方面我们看2月28号也就昨天 也有记者直接在金门的岸边 就目击到了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真的是靠得非常非常的近 哪怕前头是雾茫茫的 我们现在红圈圈圈起来的 其实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也就代表说他们真的是距离金门 非常的接近 所以用肉眼可见 他们在这样子的水域里头 这个正在巡航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船舰 到这个金线水域当中 那绿营还在喊说要驱离陆船吗 我们看这个兵哥他就提到 他说这个2月27号金下海域里面 其实已经看到这个巡查的船舰 从8艘增加到了11艘 连2000吨8000吨的大型船舰 也都在这其中 那陈建仁前两天讲说是直接驱离 苏子云说我们有4000吨的 那兵哥就讲说 你说什么不用怕 结果人家今天来了8000吨的 你要跟他撞吗 所以总是好像你在反呛之后 又会激发更新一波更升级的一个对立的态势 两岸的博弈升级 看到有网易的一个报道新闻 8000吨级的这个医院船入场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这个8000吨级的海事船 叫三沙一号 它是保卫海权跟这个 保卫海权的海警船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功能是在海上搜救 人道救援 还有海上的交通保障 可能是要为着是不是会有大规模的冲突 来做准备或者是演练呢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两艘万吨级的 这1万2000吨的海警船 是不是恐怕也接下来会前往这个惊吓海域呢 那这样的情况就会更难以解决 那人家讲说看到了菲律宾 是不是也想想现在的台湾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他说过去只有中国海警船在我国水域活动 可是他们现在军舰跟渔船也都加入这个行列 现在情况改变了 这种现象非常令人担心 过去是只有海警船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船来到了这样的水域 那不就像我们现在目前惊吓的情况吗 难怪有一些网友讲说 今日菲律宾明日台湾 现在已经正在上演当中 那到底什么样的做法可以让台海目前的态势 比较降温一点呢 夏立言 国民党的副主席 他访问中国大陆 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在今天晚上会设宴餐序 他的访问团是2月28号 昨天的傍晚在深圳前往南昌途州 接获到了国台办主任宋涛的邀请 所以双方就约了 今天要在上海会面餐去 希望说是不是也能够谈到 目前这样子惊吓的这个情况 然后双方有一些新的沟通 或者是看能不能让这样的一个态势 能够更加的降温 那再来 王定宇讲说 我们可以等美国来停我们台湾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在吉里巴斯登上了大陆的陆船 来检查非法行为 也许台湾也能够运用这个模式来图显主权 也不至于升温冲突 蔡正元立刻就呛他了 他说你连8000贵还都敢讲 你就去请 美国才不想管这种事情 大家讲得好像就是讲得很容易 那再来 美国现在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不发一旦挤压台湾 美国的智库学者讲到了 现在目前金门快艇事件 台湾如果没有强力的军事存在的话 将会给北京更多的操作空间 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所 他们说如果台湾没有更强大的军事的话 反而会让北京觉得说 接下来操作空间更大啦 那接下来几个星期可能会看到 这个情况更频繁的发生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希望是不是能够 跟美国多买一点武器 或者是说更仰赖美国一些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永平姐 永平姐怎么看现在这个海监船 每天都来这边巡航 第一个呢我觉得当国台办 就是大陆可以说官方对台的一个 最高的机构的发言人 都可以指着我们的海洋会的主委 管碧琳说你冷血无情的时候 其实就说明了这个事情 其实目前来讲 一时之间难以找到一个解法 那当然这里头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双方并不是没有努力 在金门的这样子多轮多轮多轮的协商 可是这个协商没有结果 因为两方面的落差太大 第一个呢台湾定调了 这个根据民进党内部的消息是说 道歉绝对不可能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说 检方有讯息出来 他其实是朝这个执法意外的 这个方向来侦办 换句话说就算是意外 那他很可能有过失 就说虽然呢我们的这个海巡船 不是有意的故意去把它撞翻 然后造成人死亡 可是呢你就算是一个不小心的 你也可能有执法过当 或者是执法过失的问题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说一句道歉 抱歉特别是对方有人死 也不是很为难的事情 也不是一定不能接受的事情 可是民进党政府基于意识形态的关系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批评很久了 这个内阁其实是一个看守内阁 可是你看守内阁 为何还要如此的强硬 而管碧玲呢又为什么会让对岸 觉得你如此的冷血 这个都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呢 他自己内心有自己内心 政治算计的小九九有关 管碧玲现在图的可能不是说 他未来在这个赖清德的新政府呢 还有可能扮演角色 但是他很可能他会投入回去地方进行选举 那如果他有意高雄市长的选举 是不是马上民进党的初选就来了 所以他现在姿态又必须摆得很强硬 然后并不认错 可是你不认错你要有一个基础 就是说你可以提出你没有错的证据 可是你又提不出来 然后在密露器的这个问题上面呢 大家也是争议不休 事实上呢民进党一直被打脸 因为在管碧玲的前任 在2017年的时候 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质询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承诺了 每个人都会配发密露器 那当然后来陈玉珍 国民党的立委呢 发现说可能是密露器中国制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停止使用 问题是你停止使用之后 到现在只不过你需要3000支 很少的钱 那你很快的跟别的国家来采购 就一个紧急预算 一个二倍金马上就可以执行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会拖延呢 所以这种种种不合理的行径 就让外界的阴谋论越滚越大 就认为说 其实我们有监视录影弹 其实我们有带子 可是呢因为对我方不利 民进党又拉不下面子 所以不肯好好的面对大陆的情况 那搞至今天的这样情形 那这样的情形说真的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 本来他希望台湾海峡 整个海域内海化 就是一个他既定的方向 那你今天呢 你又这么大的把柄 烙在别人手上 那你当初金门所画的 我们我方自己画出来的禁制区 又是一个在政治氛围比较好 民国81年 1992年 两岸谈定了九二共识 有一个共同政治基础下 大家互相的尊重 可是这个政治基础 在民进党执政的这八年来 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 你说中国大陆 现在他的船也比我们大 武器也比我们大 这个各方面 那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想要在政治上给你威吓 在各种状况下 也要替他死去的国人 找一个公道呢 我觉得这个在大陆 现在的民情 还有他的政治算盘里面 当然这个是大陆 会走的一个方向 那这也是现在两岸的关系 升温紧张的一个情况 也是让我们觉得不安的地方 好 来请教杨老师 现在这个王定宇说 我们台湾跟美国 可以共组就是海岸的合作互语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边 也有在做一些认知战 他不断地就说 你看惊吓的这些海警海巡出巡 否认我们主张的禁制限制水域 因此整个掌控这边水域 现在台湾海峡都要被内海化了 因此我们最好要把美国 不管是军舰还是海岸防卫队 那个叫海岸防卫队引进来 王定宇就有这样的主张 这个我先提醒 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发生的 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 盖拉格美国众议院 就到台湾来 还见了赖清德 还见了蔡英文韩国瑜 对不对 他见赖清德的时候还说 中共侵台一定失败 另外讲说你们一定要买榴弹炮 而且要在台湾做 因为他11月就要下来 但不管怎么样 他本来三天行人 他两天就走了 为什么呢 什么都没讲 各位我们过去在处理国案的时候 很清楚 我大概可以了解 AIT美国在台湾卫队会 其实在盖拉格来之前 一定有跟他们沟通 这个事情有关于 在今夏之间的 这个水域冲突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讲话 记得问到你你也不要讲话 所以他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访问 他也没有任何公开的 跟我们的这些政治人物对话 两天见完了想见的人之后 就赶快走 就把这个 就怕这个事情烧到身上 变成美国要去介入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们台湾跟美国是在1954年 韩战结束之后签的 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在1958年的823炮战 美国是绝对不介入 也不靠近金门的水域 他最多就是把补给 送到金门附近的水域 然后由金门这边派船去领 所以从头到尾 对于金门的这种认定 这美国是不愿意介入的 这个是大概有一个 就是说在过去的实践 到现在都是如此 而民进党自己也曾经说 要放弃金门马祖 是不是 你现在在金门惹事了 遮掩 说谎 然后想要把这个事情 变成一个认知战的时候 要拉美国进来 美国不会这样被你拉进来的 虽然在去年6月的时候 他有一艘海岸防卫队 4500吨的Straten 经过台湾海峡 但是那也是因为在台湾海峡 他把它视为 就是说国际水域 那当然这个双方都有主张 这个就是大陆台湾 这边都有主张这个经济海域 所以他会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台湾海峡 在台湾这边 他适时地展现他的这个穿越 可是这个穿越也遭受到 中国大陆这边的抵制 越来越明显 所以在金门厦门这边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一开始是台湾到现在为止 我们自己心虚有一点理亏的事情 Show me the video 对不对 没有video 没有真相 你怎么叫人家去接受呢 我们自己当初面对日本的联合号 面对菲律宾的广大信号 我们也是受创方 我们这个多呛啊 对不对 民情多激愤啊 但是呢 对方也就道歉 马英九时代还派军舰去 就是广大信号 对啊 两艘既得舰 还有战机了 那现在如果大陆这么做 你还得了 当然我不是做这种对比 而是我是觉得说 其实真的 要有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 提醒大家 Wars case scenario 最坏情况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情况 耐心的还没上来 还没上来 就你连续发生这样的情况 真的 不要过于那种反射性的 这种回应 要做最坏情况的假设跟准备 当然希望它不要发生 Wars case scenario 在危机管理跟风险管理的上面 其实这个很重要 不要让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 你不要在那边讲那些 大话然后没有用的东西 美台合作 美台合作什么东西啊 好 我们来问一下建者 王定宇委员是我们的立法院的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他讲出这个话 就是说美台可以合作互语 我听到这个我觉得非常讶异 他连最基本的国际海洋法的概念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金门马祖乌丘全部都是在大陆的领海基线之内 在领海基线之内像陆地这一方的 那个是大陆的内水 所谓的内水 它的管辖的地位跟领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台合作互语 那互语到底要互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等于现在金门我们所谈的这个 禁制水域跟限制水域 其实当初是因为就像刚刚副市长讲的 那是在两岸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 所以人家愿意说让我们禁制水域 限制水域我们大家来默契好了 可是现在既然总统都已经说我们两岸互不隶属 那而且又发生这种汉事的时候 对不起 那就大家按规矩来 那个是大陆的领土 那我曾经讲过 我再讲一次 国防院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国防的认知作战中心 他又在讲说我们可以 我们海巡署也有大型的船 有2000吨的台南舰 4000吨的嘉义舰 那其实没有再怕的 其实简单讲就这样 好 其实我很欣赏 那个苏子云他的一个这样的勇气 但是我们来点点名 什么点点名 我们来看 那个现在大陆的海景 他到底有多少船 那刚刚翟轩有讲到 12000吨他有两舌 这个巴拉巴拉巴拉一直算 算到3000吨以上 他到底有几舌 他一共有46艘 那不是如此而已 要算就要算完 那另外 他还有 对不起 我只算到1440吨 为什么 因为1440吨 他是他的056的 原来的飞弹护卫舰 他改装的 他这个以上 他又有多少舌 他一共有53舌 刚刚的46艘 加现在的53艘 一共99艘 他现在虽然大家看起来 他在南海 他有遇到有人爱交的问题 他有黄烟岛的问题 然后他要去经常的巡弋 钓鱼台的问题 但是以99艘 来做这一个在惊吓海域的巡弋 绝对是没问题的 那可能有人就会讲 小舰长 那我们到底有几艘 好 那我们有几艘就来了 来 我们来看 我们4000吨的有三艘 那如果说 我们比对中国海警 他在4000吨以上的 他有13艘 那我们看3000吨 如果我们是两艘 比对他们3000吨到4000吨的 他们一共有33艘 下面我们刚刚只算人家 算到1440吨 那我这里还把这个 什么安平级 或者是500吨的花莲舰 什么通通算进去 然后其实我们的船 远远不如他们 所以不要再呛了 该道歉就到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